在广东的小米体验店看到了它的实车 确实是非常的像保时捷 这几天它的热度非常高 就连这些买的小米股票都涨上去了 一共是有三款颜色 那里有一个爆款 在网上吐槽它的人很多 但是在现场来看的人也不少 刚才有几位外国人对这辆车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这款颜色还是相当的乍链 因为灯光我拍的是有些色差 它的实车是有些发率 和这个保时捷是啥啥的分不清楚 看一下它的标 这是实物 原车是有些发率 还挺漂亮的 到车里面去看一看 看一下内部空间 它里面也是有好几种颜色 进来了 它这完全就是几个大沙发 特别的软在这里 看一下前面 电车的标配 一个大屏 整个内部还是比较的简洁一些 现在我们把玻璃全部升起来 在一个封闭的环境来听下它的音响 主驾驶应该更响一些 内部的一些小设计 下面有一个储物箱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空间还是比较大 厂面上的按键也是有两个 这个就是升降玻璃 这个就是打开车门 永远不需要发动机了 前面也是一个出锅箱 说实话并不是很大 来看一下它后面的空间 后面的空间还可以和我的差不多 在这里还有一个冲进的地方 在这个下面 还有一个小的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座椅也是可以放下来的 并且这一排是单独的 可以改成一个床 这样支架就可以了 在前面的储物箱呢 它是按键开启 手动放下 但是这后面呢 它是按键放下 一些小操作 下面的轮毂 很多人特别喜欢它这个轮毂 这个米很有意思 在车内 一下打开音乐 打开空调 都可以换小爱同学来操作 这造型确实还是非常漂亮 不知道开起来怎么样 也希望早一日在自驾的路上 能够遇到这辆车 看一看它的实际操作 在路上 看了这些人 来到这里都不是看手机的 都是看这些车 鳕鑫